反其事业中,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群群,进而号令天下,成为一代霸余,历史风云的物世界,西楚霸王上级。 1993年的霸王别姬,无疑是上个世纪最优秀的中国电影之一。 故事的主角,一个是打定主意为情自尽的美丽女人于姬, 另一个是身陷除为四面楚歌的西楚霸王项羽。 这是一个几经传送家喻户晓的故事,那么项羽究竟爱江山,还是爱美人呢? 小卓,今日鸿门盛宴,愿无此见,已作远。 项羽,在两千年前的鸿门宴上,优柔寡断地放走了对手,永远留下了一个,令兵家不解之。 刘邦,你果然是识时务者。 2012年,《王的盛宴》再次深入揭秘历史典故。 从历史变成传说,再从传说演绎成戏剧,最后进入电影。 康秦军,竹鼓声,几度屠城。 项羽虽留下了暴虐的恶名,却在二十七岁就成为分封天下的西楚霸王。 巨鹿之战,破釜沉舟。 项羽的胆识与谋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打了一辈子的胜仗,却因为唯一的一次败仗而命丧皇前。 他虽然失去了天下,却成为千古传颂的盖世英雄。 在城王外寇的定建俗归主,为什么项羽是个例外? 西楚霸王究竟是怎样的人?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国一统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三十九岁的嬴政,成为君临天下的是皇帝。 当秦始皇游淮基山时,项羽带了项羽去看热闹,项羽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 他不知道,和他同时代的刘邦路过咸阳,在看到秦始皇的排场时,也曾窥然叹息道, 几乎大丈夫当如此一言。 刘邦跟项羽,他们第一次进行什么,不同的一种言语表达呢,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气度,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追求。 刘邦对帝王权势的一种言语,渴望的一种心态,向于、对帝王权威的一种秘识,也流露了他对秦国充满了过水家亨的一种情绪。 酷使民力的秦帝国 很快从全盛走向危机四伏的衰亡 公元前209年 也就是秦始皇东群途中死去的一年后 楚国移民陈胜和吴广 在大泽乡揭竿起事 公民抗亭 随后各地百姓纷纷杀掉当地执政官 不必诸侯王 楚 赵 魏 齐等被灭亡的国家相继复国 在叛乱四起的风潮中 项梁 项羽 书之俩 在吴中也就是今天的苏州起兵造反 而亲手杀掉当地执政官殷通的正是项梁 这一年他只有24岁 秦帝国迅速从辉煌的英雄时代 滑向风雨飘摇的动荡深渊 陈胜吴广的部将周文 率领起义军逼近了首都咸阳 慌乱之中 秦二世做出了他升平唯一正确的抉择 派遣少府张寒平派 张寒军欲战欲勇 接连打败各地起义军 陈胜吴广被叛变的部下杀害 张楚政权转速间土崩瓦解 就在此时从处地偏僻的东南海基郡方向 一支精锐的楚军正渡过长江 沿东海郡北上迎击所向披靡的秦军 这支反秦部队就是项梁项梁带领的八千江中子弟 打败以后想楚军还有什么人 就是说楚军主力部队魏国也消灭了 陈胜吴广都消灭了 最后只剩下北部就剩赵国 在张寒的统一部署下 秦军主力悉数北渡黄河猛攻赵国 首战便大破赵国和齐国联军 攻陷了赵国的旧都邯郸城 赵王率领残存的赵军退守俱入 向各国紧急求援 一时间巨鹿成为世人主顾的焦点 也即将成为上演历史精彩篇章的大舞台 这是中国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 公元前207年12月 围绕着巨鹿这座不大的城池 金戈铁马狼烟飞扬 几十万人的生命即将纠结在一起 捉对厮杀并最终分出胜负 尽管项羽并没有任何胜算 但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充满激情 打定主意要趁赵国吸引秦帝国主力部队的机会 与之决战 他知道这是一场旷世豪赌 而赌注就是自己和手下七万储君的姓名 当项羽所率大军到达黄河岸边时 已是冬季 河水冬陵 寒气逼人 项羽极其仔细地查看 并研究分析了战场态势 面对三十万支众的强大勤军 项羽明白 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其中的一支 才有获胜的希望 那么到底应该先打哪支呢 我们搞军事学术的人呢 有一句常用的话 叫做外行谈战略 内行谈补给 其实无论是在古代战争中 还是在现代战争中 后勤保障都是不可需离开的 一个重要因素 秦军的粮草 从帝国最大的粮食处的地 熬仓顺黄河而下 在经由永道送帝居入 这漫长的补给线 正是秦军最关键 也最薄弱的环节 项羽拟锐地洞察到这个关键 立即派遣殷部和蒲将军 率两万精兵渡过张水 袭扰秦军运粮的游道 倾其突击的储军 让守卫漫长永道的张寒军 疲于招架 项羽随即率领大部队渡过张水 展开全面进攻 这个时候秦军就发生比较大 秦军粮道一断以后就发生一个反暴位 切断以后结果是王立军就孤立了 军队的主力部队 集中猛攻王立军 公元前二百零七年冬天 巨鹿战场上烟尘漫漫 人寒马斯 杀声震碟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近百年来 六国军队面对秦军的狐狼之时 从来取得过如此伟大的胜利 自此秦帝国的精锐知识 在乎战胜反叛的能力 而项羽也确立了自己军事家的显赫地位 短短十五年 泱泱大秦毁于一旦 秦朝大厦倒塌之快 尽管有各种深层的原因 但给予大秦最沉重一击的 无疑是项羽的天才之作 巨鹿之战 年仅二十七岁的项羽 率领各路反秦联军 沿着黄河向西平进 这条孕育了北方中华文明的大河 从塞北荒漠奔腾而来 向南一直流到关中盆地 入口处的屯关 再以几乎九十度的直角 转向东方奔腾而下 滋润着广阔的中原沃野 项羽逆流而上 秦帝国的心脏就在眼前 项羽率领战胜大秦帝国 精锐之师的四十万大军 一路兴致冲冲来到韩谷关前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 竟然有人截足先登 阻止他进入关中 韩谷关 坐落于今天的河南省宁宝市北 自川丘战国以来 韩谷关就一直是秦国 恶守关中本土的咽喉要地 军事重镇 秦国曾经依据韩谷关的天仙 一举击败六国军队 使之浮尸百万流血漂流 公元前二百零六年的那个冬天 当雄心勃勃的项羽率领四十万大军 并以韩谷关前准备进取关中时 却意外地被自己有军的部队阻挡在了关外 韩谷关前 这支试图阻止项羽入关的友军 正是他的反勤战友刘邦的部队 刘邦的性格呢 跟出生于贵族的项羽不同 他出生于社会的下层 属于平民家庭 而且呢 长期奋居于市井 所以他社会经验 生活经验都非常丰富 当楚怀王指派刘邦 攻打秦帝国的大本营关中时 刘邦自己也都没抱多大希望 凭当时的条件 派刘邦军队攻克关中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要能牵制住秦军的行动 也就足以 所以刘邦的部队始终在鹏城附近 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 败多胜少 直到北方传来巨鹿大捷的消息后 他才开始向西进军 因为实力不尽 刘邦避开秦军重兵把守的寒谷关 选择了从南县绕到南阳郡进攻咸阳 历经一路坎坷之后 终于杀入了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 公元前206年10月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拐点 刘邦的队伍占领咸阳 秦王子英投降 秦朝灭亡 刘邦占据关中以后 不但没有杀掉秦王子英 还阅法三章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买人性 我觉得刘邦的用意的第一在于 他便于他在关中称关中王 第二就是便于以关中为根据地夺取天下 他的目的不是仅仅定位关中 刘邦的阻挡 让一心杀入咸阳复仇的项羽 非常生气 他的大军迅速拿下寒谷关 穿越关中平原 推进到细水河畔的鸿门高地 这里距刘邦驻军的坝上 只有不到二十公里 相装一剑 意在佩服 而相鸿却放弃了对手 云上一个目的之女 历史风鸣的物体 西楚霸王 上帝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后 始终入选语文客文的恒久篇章 也是司马迁史记 项羽本记中的高潮段落 许多年来 这场其实并不丰盛的晚宴 一直在人们心中无穷地演绎着 直至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一次宴会 两千年前的鸿门宴 项羽和刘邦 各自真正的目的 又究竟是什么呢 鸿门 在今天西安市临桐区东五公里 是当时通往新丰咸阳的必经之路 项羽进驻鸿门的荡业 刘邦的部下曹乌商 派人密报项羽 刘邦要独霸关中称王 军师范增建议项羽 师父遗迟 消灭刘邦 项羽不动声色的调动部队 向刘邦霸上驻军的两翼展开 形成扇形攻击阵势 同时传令 明早让将士们饱餐一顿 全面进攻刘邦 当时项羽拥兵四十万 而刘邦只有十万人 力量对比一目了然 但是项羽没有想到 一个致命的漏洞 在自己内里出现 项羽的唐叔项伯 为报答刘邦的军师张良 救命之恩 连夜赶来通知张良 赶快逃命 张良将这个情报 立即告诉了刘邦 所以刘邦听到这个消息 第一个反应是大惊 第二个反应是为之奈何 就向张良讨教 张良才跟他说了一句话 请网位项伯 严佩公不敢背项王爷 就是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第一 你要抓住一个关键人物 项伯 第二你要抓住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你一定要死死地咬住 说你不敢背叛项 这就是张良为刘邦策划的 应对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的谋略 次日清晨 刘邦率百十个随从直奔鸿门而去 刘邦率人来到溪水河畔 项羽的军营 面对怒气冲冲的项羽 他非常谦卑 恭敬地表示 自己与项羽一直是并肩灭秦的战友 对项羽并无不敬之意 希望项羽不要听信小人的挑拨 伤了双方的和气 年长自己十三岁的刘邦 如此低声下气的赔罪 让年轻气盛的项羽很失受用 他轻率地相信了刘邦的诚意 甚至对自己昨天的怒气有了歉意 以至将曹无商告密的事情 也向刘邦和盘托出 鸿门燕说明了刘邦在政治上的高明 就这个人在政治上 那是先知先觉 他已经意识到两个人的关系 两个人本来是战友 随着秦子英的投降 两个人已经从战友变成了敌我 谁能先意识到 谁叫先知先觉 意识到晚的叫后知后觉 就被动了 项羽是个后知后觉者 他意识到 既然双方的关系 已从敌对状态 恢复成了战友 心怀歉意的项羽 自然要大斗的设宴 来款待上门赔罪的刘邦 就刘邦一生而言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而看穿他表演的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 幻增 项羽没有把刘邦看得那么重 他是一个高傲自视天下第一的人 没有把你刘邦看得我的对手 不值得这样做 但是呢 犯人不一样 犯人他对人有 他有预解 他觉得这个人非常危险 所以要出去 宴会之前 范增已经设计好了天罗帝王 他再三叮嘱项羽 要杀了刘邦 此时 见项羽改变了态度 范增只好出门招呼项羽的侄子 向庄 到宴会上表演剑术 来寻机刺杀刘邦 这个策划 后来几乎每一代中国人都知道了 并且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 向庄武剑 意在佩功 范增没有料到 向庄武剑 向伯也起身武剑 不断用身体阻挡杀鸡四伏的剑锋 甚至在那一刻 向羽和身边的人一样都不曾想到 这位自己看中的组长 在一夜之间已经结党成了仇敌的庆家 危机时刻 张良离开宴会 找到这流氓忠心耿耿的武将 樊快 樊快不顾一切的闯入帐中 高枪大桑的谴责项羽说 如果对忠臣良将还要报以诛杀之罪 那么天下人心还会归顺大王吗 这是鸿门宴上最紧张的时刻 一时间连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只要项羽动动指头 那么这场宴会瞬间就将变成鲜血淋漓的屠宰场 但在项羽看来 如此紧张沉闷的酒席宴上 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鲁莽角色 不顾死活的被主子打抱不平 这倒让他陡然兴奋起来 显然性格爽快的项羽 对这个勇敢直率的猛士颇为赏识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 凡快戏剧性的横冲直撞 给刘邦制造了绝好的机会 他趁机离席逃脱 跑回了自己的营地 而回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下令处死了曹无商 他能争善战 豪气盖世 却又刚毕自用 吕诗战机 历史风云人物系列 西楚霸王 下集 公元前206年的冬天 在举办老败后人争论不休的 鸿门宴之后不久 项羽率领大军 踏入大秦帝国的首都 咸阳 充满仇恨与渴望的六国军队 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机会 根据史记记载 项羽和他的军队处死了秦王子英 大肆掠取秦王朝的金银财宝 纵火焚烧了秦皇宫 这场大火整整蔓延了三个月之久 项羽也给后人留下了残暴的深刻印象 他真的是如此暴虐吗